郑爽2018霸评能力不输赵丽颖,和杨阳再次合作?网友,她又要大火。 2016年凭借微微一笑很清诚。大火了一把的郑爽,在2017年成了热搜前几名的常驻人口,依靠她耿直的性格着实圈了一大票粉丝,而她也将在2018年将开启罢评模式。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小爽在这一年将带给我们哪些好看的电视剧吧。 1.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该剧改编自唐家三少的童宁小说,聚焦于90年代末至21世纪一群怀揣梦想的85后的生活历程,讲述的是在互联网时代的风起云涌中,三个机遇与命运大相径庭的年轻人热血励志的奋斗故事。 2017年3月18日,该剧正式官宣,单条微博每季转发突破310万次,2017年5月14日,发布主演定庄海报,单条微博每季转发超57万次。 2017年8月18日,该剧发布杀青视频,微博短视频播放量累计突破600万,2017年11月23日,发布先导预告片,微博短视频播放量超457万。 多次以微博剧进入当周微博电视剧视频播放排行榜前列。 2. 郑爽饰演本剧的女主角李慕子,这是一个活泼开朗,为爱执着的纯情少女,而郑爽无论从本人艺人形象或者近些年塑造的角色形象而言,与李慕子也是吻合的。 2.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新剧吧! 2. 悲伤逆流成河 悲伤逆流成河,是郭敬明的一部小说,延续了他独有的音域和细腻,剧剧读下去,有让人身心俱疲,全身寒凉的功效。 2. 郑爽饰演的女主角易瑶是担心家庭成长的孩子,被母亲打骂着长大,顺理成章成为不良少女,在校内受排挤。 3. 外表冷漠,内心倔强,只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朋友,齐鸣,马天宇是。 4. 齐鸣是乖乖长大的好男孩,好学生,聪慧,孝顺,温暖,真诚,总而言之是光环加深的男主角。 5. 这两个天差的别的孩子却因为互相陪伴着长大,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5. 相互陪伴,相互理解,还有两人之间处在青春期交织下的自有若无的情愫。 3. 绝密者 该剧讲的是该剧讲述了1938年底,云鬼伯爵的维满洲,各方势力残酷博弈的故事。 4. 主演是佟大为和郑爽,郑爽饰演苏家曼,这可是小仙女第一次出演证据,郑爽在里面是一位影子杀手,明艳动人,但是却是一个军心如铁的中共双面女间谍。 4. 翡翠恋人 4. 翡翠恋人 这部由中韩合作,李中硕欧巴和郑爽妹子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因为特殊原因一直没能在国内播出,让很多粉丝等的心力憔悴。 4. 但是韩国的剧迷们就幸运多了,翡翠恋人在韩国播出后,女主郑爽被韩迷们疯狂追捧,被称为有史以来短发最美的女人。 5. 剧中,郑爽首次以世家大小姐的形象站在观众面前,以往我们了解的郑爽都是以平凡灰姑娘的形象著称这一次绝对不一样。 5. 郑爽的绝色人瘦可是家族继承人,历经层层蜕变最终成为女神,一部励志向上让人期待的故事。 5. 听说这部剧将在2018年在国内播出,希望是真的吧。 5. 还有一些刚刚开拍和即将开拍的剧。 5. 云过天空你过心 5. 郑爽自出道以来,出演的电视剧多为青春校园剧以及古装剧爱情剧,印象中都是个小女生。 5. 而此次出演云过天空你过心是以航空为题材,郑爽在里面饰演一个帅气毒蛇的女飞行员。 5. 郑爽此次合作的男演员便是钟翰良。 5. 虽然钟翰良在年龄上大小爽很多,但是他和刘凯威一样保养得意,和小爽一起看不出明星的年龄差距。 5. 当初钟翰良与唐嫣合作电视剧《何以生》肖默。饰演的何以生简直让万千少女着迷,所以钟翰良演偶像剧绝对有着他自己的魅力。 5. 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 5. 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改编自生里同名小说,剧中,内敛温润的军总医院医生何素叶与工作狂女生沈希凡已要传情,在一次次的相遇中,两个人之间的暧昧小情愫慢慢萌芽,由此产生向如以沫的温暖爱情。 5. 微微一笑很清诚。 5. 后,网友纷纷期待杨阳和郑爽能再合作,毕竟两人的CP已经深深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5. BMMM,这部剧就满足了大家的愿望。 5. 掌声引。 5. 是郑爽,马天宇将会再次合作,一起出演最新古装剧《掌声引》。该剧讲述了狐足王子与天、黎以及天女之间的一段三角恋。 5. 掌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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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